自从花隔去下视频火了以后 陆陆续续的经常会有人问我 花隔里面那些黑黑的或者绿绿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吃 关于花隔哪些部位不能吃这个话题 很多主播都有说过 基本都是做一个解剖 然后按照大家对鱼类不吃鳃不吃内障 不吃它尝到内容物的认知逻辑 来解说哪些部位能吃 哪个部位不能吃 我认为用这样的角度去定义能吃或不能吃 还不够严谨和完整 因为我们选择吃不吃一种东西 涉及的因素往往会更多 我想问问大家 您个人对某种东西能不能吃的定义是什么 我列出了几点普通人可能会考虑的因素 大家参考一下 比如说它味道好不好 它对人是否有对我害 它有没有营养 它一不影响你高富帅或白富美的形象 今天这个话题 我会针对人们的这些顾虑去展开论述 看完以后 我相信大家就会清晰花隔哪些部位 能不能吃了 水生动物的腮内脏 以及它的肠道内容物 的确会影响很多人的心理 了解花隔的生理结构很有必要 我面前的这种贝类 生物学中文正式名叫做菲律宾隔仔 是大家吃的最多的一种花隔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些主要器官 花隔最外面的一层叫做外套膜 它活着的时候是粘连在外壳上面的 花隔的房子就是由这个器官制造 不算是内脏 打开外套膜以后就可以看到它的塞了 这个器官的功能主要是呼吸和绿石 您要是觉得脏 那就别吃它 这次进水管和出水管 花隔的肛门就在排水管的附近 它的废弃物最后也是从出水管排出 如果它不能吃 那象牙棒估计也卖不了那么高的价格 这次花隔的竹是用来挖洞 好让自己钻到泥沙里去的 我想没有人会觉得它不能吃吧 这次它的碧壳鸡 也就是熟成的干贝或瑶柱 大家都喜欢吃 下面重点来了 视频开头网友问我 花隔里面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其实就是它吃到肚子里的食物 它的内脏团和它的排泄物 用我们吃鱼的逻辑来思考的话 那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吃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小的一块肉 如果我们把它的塞内脏团 全部都弄干净 会非常的费功夫 而且没剩下多少可食用的了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选择把它们一起吃掉的 因此我觉得更多人应该关心的是 花隔的内脏团被我们吃掉了以后 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会不会有毒有害 咱们先来说一下 花隔有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几个风险吧 花隔是一种生长在近岸泥沙底至海域的底漆贝类 日常靠绿石水体里的有机碎泻和单细胞藻维生 由于它们的活动范围小 饮食也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这样的习性会导致它可能从一些有毒的食物中 继承毒素 并大部分累积于内脏团中的各个器官 这是其一 除了毒素外 贝类还有一些特有的病毒或寄生虫 例如毛酪和甲根病毒 这是其二 现在物流这么发达 内入城市也能吃到花隔 远距离长时间的运输难免会出现死伤 部分商家为了减少损耗 会违法使用抗酸素 这可不是我胡说八道的 贝类剪除抗酸这样的新闻事件 在网络上很容易就能查到 这是其三 大家听我说完这一二三以后 是不是感觉不但花隔那样团不能吃 就连花隔以后也不能吃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后来我发现 很多生物学家的想法并没有这么极端 大佬们更关注的是 有害物质的摄入量 是否足以对人体造成伤害 现代独理学之父曾经说过 只要剂量足 万物皆有毒 这句话您完全可以理解为 人只要不停地给自己灌水 一样可以支持 网络上那句有名的 抛开剂量去谈毒性 都是耍流氓 就是由此原理而来 花隔作为我国最常见的食用海洋贝类 一年四季有兽 并且大部分的人都不去内向团食用 我们极少听说过有人吃了以后出现问题 这种通过这么庞大数目人情验证过的食材 足以证明了它是一种安全的食品 它体内累积的有毒物质 只要我们不是当饭吃 根本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而且大多数人吃花隔都是熟食 就算它带了病毒和寄生虫 在高温烹饪以后 对人体造成伤害的风险也微乎其微 关于贝类抗氧素的问题 我还是评价多宝鱼的那个态度 我一没有检测知智 二没有检测仪器 贸然下结论说它不能吃 是不对的 对于它的抗氧素问题 我近期特地问过两位行家 一位行家说 他以前认识的乱用抗氧素的老板 已经被查处了 另一位行家说 现在他们那查处力度很大 发现一次发一万 所以现在很少人敢用 我不敢说 贝类滥用抗氧素的问题 已经完全解决 但这两个信息 说明我国对花隔这种食品的监管成效 至少让我吃花隔更放心了 最后咱们再聊一下 花隔的内脏团有没有营养 它当然是有营养的 只不过是对人体有用的营养 成分多还是少而已 哪怕是它排出体外的废气物 当中也有它没来得及吸收 或者没有完全吸收的营养物质 我们人的消化系统也是这样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明白了 金生菇也就是大家常常调侃的 明天见 它肯定是有营养的 只不过它的营养 不适合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而已 所以在吃不吃花隔 或者某种贝类内脏团结方面 我更多考虑的是它这些器官 影不影响味道 那么多人吃花隔都不吃内脏 显然大多数人觉得 这样做并不影响味道嘛 我发现人们对某种食物的顾虑和恐惧 往往都是出于对他们的了解多少来决定 我今天这个视频 以其说是花隔哪里不能吃 不如说是 花隔的内脏团到底能不能吃 假如您关注的是 花隔内脏团 吃了会不会对人体有什么伤害 那如前所述 你大可放心 吃了也没事 当然我今天也不是来说服您 吃花隔内脏团的 因为它能不能吃 都是您个人对它了解以后 根据自身需求做出的决定 应当被尊重 与他人无关 我只是希望 这个视频能帮您找到自己的选择 或解答您心中的顾虑 我们家赵花隔这个菜 也是没有去内脏团的习惯 所以吃不吃花隔也因人而异 我儿子不喜欢吃 是因为他觉得 花隔的内脏团里面 全是他的Oligate 阿咪不喜欢吃呢 是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 女孩子吃这个不文雅 所以在我们家 不去内脏的贝类 大多数都是我吃掉的 这个视频他们也会看 我也不会要求他们改变过往的选择 最后补充一点 花隔的内脏团 吃了没有什么风险 不代表所有的贝类都是这样 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 每年在近海 有毒找类 大规模出现的刺潮机 渔业部门 对一倍的风险预警 海洋贝类是很复杂的软体动物 不能一概而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也谢谢您看到这里 我是米达书 欢迎持续感触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